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直讲吹嘘说他跟习近平之间关系很好 但是中共国没摆章 在他讲述这样的表示之后 中共国即时的痛斥了他 说不可能 拜登的所作所为损害了两国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损害是因为拜登的做法 而不是因为中共国的做法 所以这里面这就很有趣了 那事情的本身是跟中共有关的 那中共的解释不能被任何正常人所接受 当你不被接受的时候 那他又说你是表现出敌对态度的话 那就是冷战的 还是冷战的故事 在这个冷战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潜在东西 俄罗斯的国家叫国家战备基金吧 已经清空了在他的货币当中 国家主权基金已经清空了欧元 国家主权基金里面只剩下人民币 卢布还有黄金 那原来包括美元都有 这样的话 这种做法会促成俄罗斯跟中共国联为一体 它是真正的联为一体 那当金钱跟经济联为一体的时候 那俄罗斯本身呢 它的地大物博 人稀 而它的基础就是它的 它的基础 基础本身上 它可以自我循环 又是粮食大国 而又是矿产大国 所以这样的话 对中共来讲 有着巨大的一种帮助 有巨大帮助 而这一步走到这一步呢 是跟美国政策有关 它引发的战争 诺顿二号 就北溪二号一号被炸 已经成为事实 几乎成为事实 是美国人干了 所以这就表 而我为什么说 同样是美国引发战争呢 是因为它要预计炸掉 北溪二号一号 是2021年12月份 那这个沙里文召开的CIA的人 和美国海军召开的预备会 战争还没爆发呢 那是两个月之后战争才爆发 所以那它战争爆发前 你做出这样的一种准备的话 那你就是战争的怂恿者 跟推动者 点火 真正的点火者 所以包括CIA自己 也明确讲说 这个消息被披露出去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战争的发起者 所以这是一连串的背景 在这样一连串的背景之下 其实整个国际环境很复杂 远远复杂的很多 他认为与中共国关系 不会因为气球而受到影响 但中共不接受 所以这是昨天 他在接受PBS采访 是讲这番话 他跟习近平有交往 但是气球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他们之间拜登坚持 北京跟华盛顿之间的这种联通 但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在气球被打下来之后 曾经想跟魏凤和通话 魏凤和间接拒绝 那在今天我看到 昨天今天 我看到在社交媒体的网站上 讲述了外交部国防部 声明为什么拒绝 不跟他对话 所以这是一个很对立的 非常对立的概念 就是中共方是非常对立的 因为他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 就是间谍内 就是间谍卫星的所有的资讯 就目前看 美国有足够的能力来破解它 破解之后肯定会公布 肯定会公布 所以中共也就变成了 以现在的状况 也就变成了只能对立 因为他不能低头 他觉得低头就更完了 拜登跟记者说 我没有跟他交谈过 但是呢 我的意思是说 在把气球打下来之后呢 有关相关的想法 我没有交谈过 那此前只是说 我们不寻求冲突 但我们会有竞争 拜登说 现在是如此的 但他对习近平的评价说 习近平有了巨大的问题 他有巨大的麻烦 他经济状况很不好 而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又把它卷入到乌克兰的问题上 所以这是他公开表示的 那公开的表示呢 这就变成了 很显然中共或者习近平 认为是羞辱他了 因为你状况不好 所以我把你气球打下来 我打下你之后呢 我想跟你通话 你还不跟我通话 你也下班 你没有能力对抗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毛宁说话 言论很不负责任 违反外交 我们谴责这一点 所以这是比较符合他反应的 因为习近平太好面了 太好面了 但是拜登的做法呢 在他无法能够挽回 就是他无法装傻 让气球溜过去 他只能反着这么走 反着高调走完之后 那他还是 因为他自己很多的短处 家族的很多短处 是在习近平手里面 所以你就这么想吧 他如何对待乌克兰 如何对待乌克兰总统 给了乌克兰那么多钱 那他在乌克兰的心态上 就是他对习近平的心态 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他没有机会 这事给弄反了 他没有机会能像对待乌克兰的总统那样 去对待习近平 然后说什么意思 把美国的钱送给他 把美国国家的钱送给他 以战争的名义 以任何的名义 他还提到说 如果中共国与普京联手的话 那中共 俄罗斯攻击乌克兰面临的后果 同样会降临在中共国身上 所以这就变成了完全直接对立了 这个说法是针对台湾的说法 同时也是针对 那如果中共在俄罗斯问题上完全联为一体 来面对乌克兰的话 是等同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这是非常大威胁 从麦当劳到美孚 600多家美国公司撤出了俄罗斯 我现在告诉你 如果而需要美国在欧洲建立起来的关系的 一个建立关系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在中国投资了 如果你从事同样的概念 谁会在中国投资 所以你注意到那发生多大变化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习近平硬干对立的话 那美国公司跟欧洲公司同样会从中国撤资的 所以拜登的对话 拜登的这份表达是非常强硬 应该讲非常强硬 但是我们用的媒体是美国的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表现出来没有这么强硬 它的标题没有 但实际机器强硬 所以有着战争的状况 有着撤资的状况 要把今天对待俄罗斯的一切的手段 对待中共国身上 作为对它的威胁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 这是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也就变成了 中美冷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 理论上的问题 中美冷战就在过程中 这个过程就是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 而且大家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中美的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